基本就是豐胸食譜 因為很多女生問我說 為什麼這麼瘦 可是尚尾卻還OK 那其實我只要大學之前的 大概Cup只有B而已 然後一路就是現在吃到B 那我覺得食譜的特色就是 30到完整的食譜 從大家的早餐、中餐、晚餐 甚至下午茶或是宵夜 只要你任何時候想要吃、想要喝 通通都能夠豐胸 而且啊 每一份食譜裡面通通都是一份主菜 所以大家回家之後不用很 就是煩惱說 今天要做三菜一湯啦 四菜一湯 其一道菜就可以讓大家吃得很飽 然後很飽之外又能夠豐胸 照顧好自己的身材 哦 在最後一個章節 就是也有介紹一些 大家怎麼豐胸按摩 或是一些還不錯的商品都有在裡面 顏色方面最近有找到一個 非常厲害的商品 那它是 就是all in one 它能夠就是當豐胸霜 但同時它又能夠讓大家 很煩惱色素沉澱的問題 也能夠淡化掉 最近要轉型了 如果大家看我的身材 可以參考我第一本的寫真書 裡面有就是 相當性感 而且就是形象又很健康的身材在裡面 那第二本因為比較是否 就是豐胸食譜給女生的族群看 所以相信各位女生 如果看到太性感 可能會很生氣 可能走的不會是再這麼的性感 可能性感中再帶一點點可愛 或是比較乾淨俐落的感覺 所以最近也都開始把頭髮往上砸 如果失敗的話就 各位朋友就沒有演服囉 就希望大家還是能夠支持我 因為之前有很多男生或女生覺得說 可能一心很做作啦很假不真實之類的 但我想說能夠出一個豐胸識譜 然後讓大家就是更了解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內在的東西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如果失敗你還會再走回性感嗎 應該不會 對 大概就是還是就是小性感啦 就是讓大家也有演服 但是不會說故意的性感 可能在必要的場合 或是必要的一些還不錯的刊物上面 那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不會說每一次通告都開始穿的 像以前一開始為了讓大家知道我們是誰 穿的很性感 那現在可能就走比較個性化啦 或是有自己風格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就是看身形耶 不見得說一定要很大 如果很瘦的人他可能有C或有D 那穿起來就很好看 例如誰喔 我覺得林熙蕾的身材就很好 對 然後天心我覺得身材也很好 其實他的整個的膚色保養得非常好 然後之前天心有說過 在雜誌裡面有說過一句話 他說為什麼很多觀眾都會覺得 好像女生身材好啊就是花瓶啊 可是其實我們女生身材好 是花了很多時間在做保養 所以其實身材好保養好 也是我們的就是一個很努力的事情 那我覺得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那我覺得之前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事業線是不好的 但我覺得只要跟妳的身形比例是OK 我覺得其實有事業線能夠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然後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啦 或周遭朋友看到就是 如果都是美麗的畫面 我相信就能夠世界和平少一點戰爭 那妳就演藝圈哪些藝人很適合把妳的書送給他們 他們要再教妳 我覺得有很多耶 比如說 不能夠比如說啊 但是大家應該一看就知道 比如說妳已經送給誰啦 就是幫我寫推薦書的大哥大姐都有送 但是他們身材我覺得已經是非常的OK 那可能就吸引貝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女生 還在發育期我覺得就可以能夠趕快加油 那我這本書是在生理期還沒有斷之前 就是在更年期以前我覺得都是很有用 那我裡面也有弄一個就是非常簡單的生理週期表 因為很多女生都知道一些黃金週期啊 譬如第幾天到第一天 可是通常像我是很懶的個性 我大概到第三天我就已經忘記我今天是第幾天了 所以我就做一個非常簡單對照表 那女生你只要記住第一天的時間 那剩下來的時候你可以任何時間回顧 你都可以知道說喔我今天要怎麼補要吃什麼 對我的身材啦或是皮膚都比較好 其實真的真的很多藝人換助理也換得很快 只是好像不要比如說啦 只是沒有在檯面上 那可能我的助理都不是圈內人 所以他們不知道助理的工作 那一開始都覺得助理反而就跟藝人錄影啊 好像很開心 可是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一天要趕四五個通告的時候 其實你的精神是在都是在 就是要一直很專心很專心 那他們可能來了一兩天發現 哇一天都要工作十個小時以上 他們就覺得好像跟他們想像中 輕鬆好玩不是那麼的接近 那當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尤其助理在攝影機後面他們是很無聊的 對那又要開車啊 再我們趕通告 其實不是這麼的輕鬆 現在我第八個助理在禮拜六會來報到 很快但是很 也不是我們就是說不好請他們離開 很多是真的不適任到天兵的很誇張 譬如說第一天來就可以遲到半個小時 那前一天我今天開會說 千萬不要遲到因為我們時間很近 但還是可以遲到 然後或是交代事情永遠做不到 那我們也都抱著一顆慈悲的心 覺得沒有關係 結果殊不知大概三五天之後 他們真的覺得壓力太大 因為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我對助理很好 我的上一任第七任助理離職的時候 我當年還幫他預約了那個SPA按摩 因為我覺得他剛好來的時候在宣傳期 工作又比較累 然後他又是工程師下來 所以他薪資是會有落差 因為電腦工程師好像薪水還蠻高的 所以雖然我們的助理是在一般的行情之上 可是他還是覺得跟他們的產業價錢是有差異的 我覺得我是邏輯很強的人 但我脾氣也不會不好 只是會比較嚴厲的要求他們 事情要做好 那事情不做好 基本上我也不會罵 我可能就是悶悶的不太跟他們講話 但是我不講話的時候看起來非常兇 他們就自己會莫名的有壓力 但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就是 就是你們真的要努力擺脫什麼草莓族啦 或是抗壓性低這些名字 但我覺得這麼多助理來 我真的覺得為什麼大家說 現在新的一代年輕人真的是草莓族 真的也不是沒有道理 然後我覺得可能以前兩天工作很辛苦 第三天你就覺得你不來了 那不來很多事情沒有交接 你們也覺得好像OK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麼沒有責任感的處理 我就覺得白思不得其解 對所以我覺得現在年輕人真的應該要努力 因為其實新聞報了很多說 現在失業率很高啊怎樣怎樣 為什麼會找不到助理 但我覺得有時候失業率高 不是因為公司不用你們 是公司要用你們 但是你們自己不想做 你們寧可活在家裡 那我覺得就希望大家真的能夠努力一點 第七任兩個禮拜多 但他在第三年他就覺得薪資是有問題 然後第八任他 我相信第八任會很久 因為第八任是有很充沛跟很長的助理的經驗 那我覺得有助理經驗的人來 他就會知道其實當我助理真的還滿輕鬆 所以我覺得這個助理應該會就是可以做很久 我覺得這就是與生俱來的 但是也因為大家都說這樣聲音太嗲 導致我現在都會稍微的壓低一點點聲音 跟大家講話 所以我每次講完話 我喉嚨其實很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覺得聲音太嗲 會不舒服 我會願意壓低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改變自己原本的聲音